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科学技能2 在这边,老师要邀请同学们点击订阅 支持老师所制作的语文和科学的频道 请同学们按Subscribe,开启小铃铛 这样同学们就可以收到最新的科学影片和语文的影片咯! 赶快哦! 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6个科学程序技能 让我们先来简单的复习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活动事物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好奇 就如图片中的冰块进入水中,水马上就结冰了 实验家将化学物质倒入圆锥瓶里 化学物质直接被喷发出来了 这些新奇奇特的事情让我们产生了好多的好奇 也很想知道背后的科学原理 那我们所学的科学程序技能就能帮助我们探讨周围的事物 进而掌握科学知识 科学程序技能是帮助我们探讨周围的事物 进而掌握科学知识的技能 科学程序技能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看了6个 观察,分类,测量和应用数目,推断,预测,沟通 那今天的课堂,我们要接着看另外6个科学程序技能 第七,运用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第八,诠释资料 第九,操作性定义,或者是精确解释法 第十,控制变数 十一,假设 十二,实验 好,让我们一起来理解 运用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好,我们来看看图片中的这一个生物 从毛毛虫变成了蛹 然后最后呢,羽化成蝴蝶 所以第六天是毛毛虫 但是到了第三十天,能够羽化成蝴蝶 随着时间的增加 这个毛毛虫发生了变化 所以运用空间与时间的关系指的是 随着时间的改变 我们所观察的事物所发生的变化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当我们把冰块放在室温中 冰块慢慢的融成 融化成水了 随着时间的增加 冰块融化成水了 所以当我们在观察冰块融化成水的时候 我们就运用了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所以,除了冰块融化成水 还有哪一些事项是关系到这一个科学程序技能的呢? 第一,当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增加 这一个物体 它的大小改变了 它的体积发生变化了 它的形状改变了 它的质量改变了 它的方向改变了 或者是它的位置改变了 只要是随着时间增加 它的大小 体积,形状,质量,方向 或者是位置改变了 我们都会运用到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好,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理解诠释资料 我们在二年级的时候 已经进行了有关土壤的实验 土壤与土壤的渗水性 那如果你是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同学 你还没进行这项活动 没关系 今天我们一起来理解 好,这一个图片当中有三个两桶 分别放了不同的土壤 我们进行观察 把观察结果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以图表的方式 记录观察结果 当我们有了这个观察结果 我们要诠释资料 什么是诠释资料呢? 同学们,你看到了观察结果 那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如果有人问你,你能够说出来吗?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当我们有了观察结果 这个观察结果记录在图表当中 我们该怎么把资料诠释出来 说明给别人听呢? 所以在这项实验有三个东西 我们可以用最最最来解释 两桶里的水的体积最多 两桶Q里的水的体积最多 两桶R里水的体积最少 那其他听你解释的同学就明白实验的结果了 当我们在解释实验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诠释的资料也可以告诉其他人 推断或者原因 沙土的渗水性最强 黏土的渗水性最弱 所以当我们在诠释资料的时候 我们要把资料讲得清楚简单 让别人明白 好,接着我们要一起来看操作性定义 或者是精确解释法 那什么是操作性定义 或者什么是精确解释法呢? 明确指出观察或测量某个变数的方法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要教导同学们 或者看到了这个操作性定义 同学们你就知道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观察 那我们来看看刚刚的实验 同学们透过这个实验 你是在观察什么呢? 你观察的是瓶子或者量桶里水的体积 对吗? 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实验开始运用不同的东西就是土壤的种类 所以在这项实验我们的精确解释法 或者操作性定义是 我们可以根据量桶里的水位来确定土壤的种类 我们可以根据量桶里的水位来确定土壤的种类 换句话说 我们要明白我们这项实验的反应性变数是什么 操作性变数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句子来书写操作性定义 我们可以根据反应性变数来确定操作性变数 那么看到这一个精确解释法的其他同学就知道他该怎么做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控制变数 控制变数非常重要的就是变数 在一项实验当中有三个变数 第一个是固定性变数 实验里必须要相同的 如果不同的话会影响实验的结果 第二,操纵性变数 实验里必须要不同的 那么我们才可以检测到我们要检测的结果 第三,反应性变数 也就是这项实验我们要观察的事项 所以怎么找出实验中的故超反呢? 所以固定性变数同学们要找出实验当中相同的 被固定下来的事项 那操纵性变数 那操纵性变数同学们要找出 一个哦 好,我们来以这个土壤的实验为例 那在这项实验需要固定 需要相同的是什么呢? 土壤的体积或者土壤的质量 还有吗? 水的体积 倒入漏斗水的体积 对这项实验有两个固定性变数 土壤的质量或者体积 倒入漏斗水的体积 那影响整个实验的超纵性变数是什么呢? 在实验当中什么是不一样的呢? 我们有瘾土、黏土、沙土 所以在这项实验的超纵性变数是土壤的种类 那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呢? 量同理 水的体积 那我们就清楚的知道这项实验的变数了 记得超纵性变数 固定性变数和反应性变数 非常重要 好,接着我们有了变数 我们接着要运用我们所有的变数来做假设 什么是假设呢? 在实验还没有进行之前 我们利用我们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做出解释 那这项实验我们可以怎么解释呢? 我们之前就可能有相关的经验或者知识 但是我们就知道 沙土的圣水性最强 棉土的圣水性最弱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土壤的实验的假设 那一般我们可以利用月月的方式来书写假设 超纵性变数 反应性变数 越形容词 这是一般的情况 但是土壤的这个实验不能够用月月的方式来书写 我们要书写科学原理 好,我们已经看完了11个科学程序技能 现在我们来到了12实验 当我们提到实验 我们就要运用之前所学的11个科学程序技能 来完成实验 那一个实验开始之前一定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奇特的现象 我们有了好奇 我们提出问题 用土壤的实验来做例子 怎么有些地方的土壤是军裂的 怎么有些地方的土壤上有好多的水呢 我们针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好奇的事物来提问 那有了问题 我们就要想办法找出答案 那有一些问题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想法的 有经验的 有知识的 所以第二 我们有了问题 我们第二要做的是 做出假设 我们在进行实验之前 先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解释 所以假设很有可能呢 会是错的 但是如果假设错了 会影响整个实验 整个实验又要再重新做一次 好 我们有了假设 我们就要制定我们的变数 所以第三 控制变数 找出固定性变数 操纵性变数 和反应性变数 有了变数 我们就要针对我们要观察的事项 还有怎么去观察这一个活动 来做出定义 我们要写出操纵性定义 或者做出精确解释法 好 明确地指出 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 好 第五 我们有了所有的资料 我们就要设计和进行实验 那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要准备材料和用具 然后呢 按照科学的步骤呢 一步一步地进行实验 同学们 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哦 任何的步骤错误都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 所以同学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要按照实验的步骤 第六 我们进行了实验 我们就要记录和 我们要观察和记录我们所得到的观察结果 有了观察结果 我们就要说明 我们要诠释我们所得到的观察结果 或者我们做出合理的解释 所以在诠释资料里 我们可能会有推断 好 我们已经观察了 我们也做了合理的解释了 最后我们要做出总结 或者是结论 所以整个实验就完成了 有了实验的所有资料 我们就要跟其他的人分享我们的实验报告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起学到的12个科学程序技能 那同学们 记得要把这12个科学程序技能给学好哦 今天我们学了运用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诠释资料 操作性定义或者精确解释法 第10 控制变数 11 假设 还有12的实验 也就是涵盖所有科学程序技能的实验 今天的科学小课堂就到这里 同学们 你都学会了吗? 我们先来看看 我一下 我去看 我下注一下 我下注一下 你这下面 我也不客气